我们如果真正修净土的 修学大乘佛法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而且这个特别重要的 在学习当中我们一定要务必 把我们的自私自利要好好的放下 不然的话你怎么修 只要我们还有这个念头 那我们的菩提到上就很难进步 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 只要你还有一丝好友这个念头 存着自私智力 明文立扬 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修行 都是寸步难行的 而且原地他不 从来没有向外迈出一步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这个自私自利 真的害人害己 所以你想要有成就 在修学当中 特别是对于我们念这句名号的 那你的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一定要放下 不放下 那就浪费时间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 在外面被人家批评 我们学佛的统修 没有做一个粗的好样子 像我常常遇到这些事情 人家来诉苦 这个好像很用功很念佛 但是的行为言以造作 没有做一个好样子出来 人家批评的是谁 不是我们 是佛教 这个事情我常常遇到的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这边共修 我每一次在共修 在讲解之前 我会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报告 提醒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还在 搞这些明文立扬的存在 哪怕是你今天很努力 很用功 很静静的 不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这个头一个念头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 我这一段时间的修学 我的行为 我的原意 我的造作 有没有像阿弥陀佛一样 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 我们的行 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致 同心同德 那如果没有的话 赶快反省 将来才会要成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经 听经都是为了帮助什么 你想要开智慧 没有别的路 多听经 多听经 所谓 听经都是听这些圣询的教诲 帮助我们 断烦恼 开智慧 所以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一生 49年 每一天八个钟头 都在讲经 晚上十点睡觉 凌晨两点起床 几个小时 我们还算不错 一天至少八个钟头 中午累还补一下笑 以前哪有这个样子 你看今天我们 看到一些外面听经的人 太好命了 过去的人听经是坐 是站着 跪着的 这样的求法 你看现在的人 坐着听经 有时候坐在沙发 躺着床上 买一个咖啡 再加上饼干 我说甚至于一边吃饭 一边听经 一边拿手机 一边听经 有没有在专心 根本都没有 听经有没有得利益 根本都没有的 我一般听经 半个钟头也好 我什么都放下 把我的集中精神 人在听经当中 听一遍 听两遍 听三遍 慢慢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开智慧 断烦恼 你的心就静下来 心一静下来 烦恼减少了 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 心腹气躁 所以我们听经少 所以习气多 如果你听经 集中在听经 就是等于 佛菩萨为我们的教诲 你说你的习气 能不能减少 你的烦恼 能不能减少 当然会啊 所以现在的人 就是太麻烦了 特别现代 你跟他讲这些佛法 你说 这些我都是懂 做得到吗 做不到 所以借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提醒 真的 释迦牟尼佛过去 八个钟头 从来没有断许的 49年如一日 每一天就是这个样子的 到他老人家 要入涅槃的那一刻 他还不放去 还在讲经 你说呢 如果听经不重要的话 释迦牟尼佛 五量节以来所修学的 为什么要为我们这样做 一天 八个钟头 所以 我们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头一条 头一刺 必须要把自私自利 明昏力量 把他淡化 都一刺 都一刺